曲折1复制 就是复制按Ctrl键嘛 复制过来 然后把名称改成VBA好了 然后呢把公式都删掉 原来的东西删掉 那删掉之后的话 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是要来撰写个VBA 那VBA完成的话 因为如果你用自定函数 在这边可能会不太恰当 因为自定函数可能return回 就返还回来的话 通常是返还到某一个储存格 可是现在它是很多资料 所以用自定函数可能不太适合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用那个一个按钮 就一个Sub 那这个Sub的话基本上 它会自动去判断说 你现在是下拉清单 是在哪一个班级 不过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你必须要点它 它才会去执行 那点击它之后的话 它其实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 判断什么 这个 跟这个范围里面比较 如果 当然一样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十二列 做什么呢 把这个 这个是H2 所以你可以用Range Range H2 跟这个 这个因为在回圈里面 所以用Sales Sales里面的I列 里面的A栏 去比对 如果相同的话 那就把它的B栏 到E栏的资料 搬到哪里呢 搬到G栏 到J栏 G栏到J栏 可是问题 这边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哪一列 在这边是固定 二到十二列 可是这边到底是第七列 所以这边 我会多一个叫K K的这个变数 预设值让它等于多少 等于5 为什么等于5呢 因为呢 我刚开始一定是 把它输出到第五列 这个第五列是我 第一个找到的 放在第五列 可是你要往下 那这个时候特别重要 如果你找到了 并且把资料搬过来之后 你可能需要做一件事情 把这个5变成6 它才会再往下 帮你往下放 所以如果找到了 并且把资料 扣过去之后 你可能要 程式要写一个 就K等于什么 K加1 这K加1意思说呢 把哪一列 加了1之后 再放回来 所以K加1之后的话呢 那就是等于第六 一直累推 它会一直往下 大概逻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 执行给各位看 按下它 它会根据一般 去把这个范围里面 一般的东西抓过来 那这个K的话 就5 6 7 8一直往下 然后放在它的G栏到G栏 那当然如果换一个二班 按下它 它一样 把二班的资料 K 然后再找到 再加1再往下 OK 那所以 程式如何撰写 然后第一个来看一下 当然是 我先切过来 第一个 插入一个模组 第二个的话呢 你就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们叫做班级吧 班级 Sub的班级 那我 这个步骤 我都把那个步骤 一个一个写上去了 也许这个 两个E 根据这个 这个删掉好了 第一个当然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的写法 第一个 我想 这很多 应该前面都写过很多 只是 顶多是多一个这个K 其他好像都应该 都有看过吧 那首先第一个 我先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先清空 所以Range G5到J12 后面呢 你加一个Clear Contents 那记得用Clear Contents 指的是里面的内容 OK 如果你用Clear 他可能会把框线给一起删掉 就是Clear是包含格式也都删掉 所以你点下去啦 反正这个地方你打一个C C at all 他会自动出现嘛 有没有Clear 就是清除包含就全部啦 然后Clear Contents 如果你要清除是他的格式 就Clear Format OK 然后呢 里面还有些什么 你的一些注解啦 等等的下 我们这些Clear Contents 按个空白键 就输入完了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那我就宣告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值的 就是我将来呢 要输出到哪一列 所以K等于5 接下来呢 我就去跑回圈 判断班级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十二列 我要怎么样 一个一个方法比一下哦 所以这个范围的话 里面就一个回去 一个逻辑判断 一负 如果呢 他的A栏 指的是这个地方 第二列的A栏 跟这个H2 假如相同的话 假如相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逻辑判断 一负 这个逻辑啦 如果我为处的时候 那才会执行 这个中间的 这部分的程式 如果不为处的时候呢 它就跳开了 不会做中间这个 中间这部分在做什么呢 实际上 就是怎么样 把后面的东西 call到前面 后面东西指的是什么 B栏嘛 如果一般 那就流年好了 把它call到哪里了 call到第五列 G栏的第五列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假设我把它改 这个好了 假设一般 那我们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 就把流年好 call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指的是哪一个位置 我用K来表示列 因为刚刚我不是有预设一个K吗 就是G5的位置 call过来 然后其他的话呢 当然就是把C栏 C栏的话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H 有没有 一样的第五列 那以此类推 G到J B到C 后面的东西call到前面 所以BBA其实程式撰写 就是后面东西call到前面就对了 那因为呢 我的列 现在是第五列 可是如果下一个找到的资料 应该会再往下 所以呢 我要让它怎么样 加1 那一样 把这个后面的东西 加了1之后 再丢回去给K 意思就是说 我把K5加了1之后 再写到前面就好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 这个等于 其实它等于 它其实跟我们以前 那个小学上的 那个等于的概念 我想不太一样 有点像后面东西 复语到前面 所以比较正确 你比较 不要用那个以前的概念 去思考这个程式 是因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OK 虽然一样是叫等于 那所以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所以它就一直往下 帮你把资料给call过来了 那最后呢 就离开 OK 就完成了 其实这个逻辑并不是非常复杂 可能你们比较会有问题 应该是这个地方 初始值call到哪一列 然后呢 这边要K加1 OK 所以程式 大概没讲了 写完了 甚至我觉得 甚至比刚刚前面 那个用函数来写 感觉会稍微 减 如果你会写VBA的人的话 你应该就不会考虑用前面的方法 那就用这个来写 但是呢 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说呢 你必须要怎么样 点选某一个班级之后 按个确定 那这样你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麻烦 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不要让我怎么样呢 再去按按钮 直接就是当什么 当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只要有变动的话 那我就直接帮我执行 这个按钮里面的程序 那当然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只是说你可能一样要了解 那个所谓的事件驱动 哪一个物件 它被改变 那改变的话 比如说工作表里面的 哪一个储存格被改变的时候 它就会去触发某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话 你用call就可以了 call班级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前面有讲过类似的吧 OK 所以只是复习一下 那写法上面 我想大家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就讲 稍微再把它复习一下 第一个先找到工作表物件的位置 因为我这个 我这边这个叫BBA 所以会有个sheets 叫瓜胡BBA 点开来 它这个sheets 当它怎么样呢 当它 记得 change的时候 不用selection 因为selection是有选取的动作 所以我们是 当它change 它会用target告诉你说 哪一个change的 所以你这边可以下一个逻辑判断 那因为我是哪一个储存格呢 是h2 所以你告诉他说 如果h2改变的话 才去做对应的这个程序 否则不要去改变 所以这些地方 你可以打一个target 对着 点address 这边有个属性叫address 就是哪一个储存格呢 等于 这边的话记得 就是打一个绝对的位置 然后这个 $符号 h2 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h2的话 那这样 enter两下 先endif 它的结构先打完 反正一定有if就会有endif 这个一对的 然后呢做什么呢 如果它改变的哦 是h2 那就帮我call什么呢 call我刚刚写的那个程序 那个程序的话呢 我们在module里面有个班级 所以你可以用call这个叙述啊 告诉他说呢 那你就帮我呼叫一下 这一个班级就可以了 OK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就ok了 所以以后哦 那你不用死被啦 反正不然你就是 以后可以放在以后 你找的地方当饭本嘛 以后你 这个工作上应该也会派上用场嘛 反正你多用几次嘛 你大概用个两三次 大概就有概念了 四五次就应该就熟了 用个十次以上 永远不会忘记了啦 反正这些东西都这样子哦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其实我刚刚要按按钮 现在要不要按呢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我执行这个二班 刚刚要按按钮 所以现在Change了 诶他有没有 直接帮我呼叫班级了 所以这时候的话 你完全不需要去做什么呢 按钮 所以这个按钮也可以什么 把它去掉了 做出来结果呢 基本上哦 跟刚刚的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VBA还可以再做得更复杂 但是以后再复杂一些 可能就会有一些极限了 OK好 所以这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 那那个程式哦 如果你一下子没办法全部打出来 这边都有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最好 可以的话 如果自己可以把这个程式全部打完 然后把整个流程都run完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 这个这个 什么机械没几行程式啦 而且大概 我想也不是非常的复杂 可以试试看 有关VBA部分 在云端里面也有 可以拿到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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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